这只狐狸咬死了老王头的猫 老头是个狠角色 漠不作声的他 颤颤巍巍的在雷管上绑了几根香肠 等倒霉的狐狸上钩后 遥控一按 结果被诊断为有暴力倾向 老王头被迫进了养老院 这天是他100岁的生日 大家特意为他准备了大蛋糕 还贴心地插上了蜡烛 王大妈数了一遍又一遍 也没确定是多少根 众人想给老王头一个惊喜 结果受到了惊吓 原来就在大家准备蛋糕时 老王头被窗外的爆炸声深深吸引 于是他翻出窗外 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是个小男孩在燃放鞭炮 老王头有点失望 他之所以对爆炸声如此着迷 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 父亲的过早离世 让他有些孤僻 偶然间他喜欢上了玩炸药 只要是能爆炸的东西 他一个也不放过 整天就是炸来炸去 就连家里的厕所也难逃一炸 眼瞅着家里能炸的东西都被炸完了 他只能到外面寻找目标 这天老王头买好了炸药 一位倒霉的富商开车路过 停车一番缠绵过后 该做的事情还没做 他非想下车放水 不出所料 他选择的地点 刚好是老王头的爆炸点 稀里糊涂的老王头 被人稀里糊涂地送进了精神病院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 老王头长大成人 医院已经养不起他 他被医院放了出来 没有了免费的饭票 他到一家工厂当起了工人 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画牢工员 没日没夜地跟老王头说一些 他听不懂的话 整天嚷着革命万岁 大伙听得脑瓜子嗡嗡的 为了让他闭嘴 干脆组成了一个游击队 跟随他来到了西班牙 几个人很快到了目的地 画牢尤为兴奋 忍不住喊起口号 结果下一秒 没有了画牢的带领 老王头只好带着剩下的几个人 在西班牙边境转悠 虽然打仗不专业 搞爆炸老王头可是一把好手 天天不是在炸桥 就是在去炸桥的路上 几个月下来 老王头感觉炸腻了 计划炸完这座桥后就回家 结果炸药刚装好 在返回的路上撞见了一支军队 上面坐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画牢工友 想推翻的老费 老王头误打误撞 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为了表示感谢 老费狠狠地请他吃了一顿 酒足饭饱 心虚的老王头赶紧跑到了美国 找了一份工地搬砖的工作 虽然辛苦 但也踏实 这天老王头搬砖时 同事说 美国人想造的大炸弹 正在到处招人 老王头心里乐开了花 这不专业对口了吗 于是他立马去应聘 结果成为了一名服务员 炸弹没造成 每天的工作就是 端茶送水打扫卫生 因为炸弹迟迟不能引爆 专家们搞得焦头烂额 争论不休气氛紧张 老王头疑惑地上前比划了比划 你这样再这样不就行了 专家毛色顿开 炸弹成功引爆 美国官员告诉他 炸弹会被投放到一个神秘的导国 他们需要温暖 官员为了感谢他的帮助 将自己的打火机送给了他 二战结束后 老王头回到故乡 计划在这里安度晚年 结果被苏联人给盯上了 几瓶啤酒下垫 老王头被送到了苏联 在这里 老王头见到了斯大林 他想问他 一些关于炸弹的问题 老王头表示没问题 但要先来点啤酒压压惊 又是几瓶啤酒下垫 老王头有点飘了 指着斯大林说 你这五条的真难看 斯大林气的直哆嗦 给你脸了是吧 老王头成功被送到西伯利亚班石头 让人意外的是 他在这里遇到了爱因斯坦 实际是爱因斯坦的弟弟 虽然长相一样 不过他的脑子 似乎反应有点慢 为了能够尽快逃出去 两人一直研究越狱计划 没想到转眼几年过去 突然有一天 爱因斯坦问他 你是不是要越狱 老王头有点崩溃 就在他决定放弃时 一天大半夜 爱因斯坦在旁边动来动去 嘴里还一直嘟囔 找了半宿 这个手雷的拉环不见了 老王头被吓尿 赶紧拉着他来到基地门口 用力一扔 好巧不巧 手雷落在了装炸药的卡车上 就这样 老王头凭一己之力 稀里糊涂地炸掉了苏联的军事基地 斯大林收到消息后 直接抽了过去 老王头趁乱成功越狱 顺利回国 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